第1001章木青鸾 带着纳兰奄然缓步行至平台前方 此刻正好那唐英也是从人群中走出 目光看了一眼十踢尽头的凤青儿 然后偏头转向金石 抱拳道 万剑阁弟子唐英 见过金石老前辈 金石微微点了点头 目光在唐英身上扫了扫 对方那一身凌厉的剑气 倒是令得他微微点了点头 这四方格果然名不虚传 所培养出来的弟子 也都是一身本事之人 有这般完善的培养心血系统 难怪能够在中周拥有着这般地位 在寒过礼之后 唐英手一拍背后蔚蓝色的大剑 后者便是枪的一声自动飞掠而出 最后悬浮在其面前 灵力剑气弥漫而出 令得不少人皮肤都是感觉到一股寒意 而那唐英却是脚尖一点地面 身体轻飘飘地落于其上 望着那采见而立的唐英 硝烟眼中也是略过一抹奇异光芒 凭着出色眼力 他却是能够发现 前者食指以及脚掌处 都是有着一些能量撕射出 粘附在健身之上 以此来提供大剑悬浮天空的能量 这是万剑阁的预剑之法 据说修炼到最高层次 能够以新预剑 预剑而行 飞行速度极快 算是万剑阁的独门之法 纳兰奄然在硝烟身旁低声解释道 在中州的这些年 对于这些大势力 他也是颇为了解 的确挺玄妙的 硝烟笑着点了点头 中州大陆果然强者云集 这等奇异的斗技 在其他地方可是极为少见 在两人交谈间 唐英身形却是缓缓上升 到的离地约莫有三四丈左右时 逐渐停住 目光紧紧地望着实体两侧 那密密麻麻的是金属 眼眸一眯 瞬间后 袖跑猛的一挥 脚下常见 犹如流星般吃的一声 暴掠而出 身形化为一道蔚蓝剑影 直掠山顶 支支支 剑影刚刚冲进实体范围 铺天盖地的刺耳音波 便是迎面而来 在这种音波攻击之下 连灵魂都是会出现 剧烈的颤抖 若是没有强烈的防护手段 恐怕灵魂 也都会因此而出现不小的创伤 不过面对着那强猛的音波攻击 唐鹰脸色却依旧冷意 体内凌厉剑气抱涌而出 宛如一朵蔚蓝色的剑连斑 将其整个身体包裹而尽 音波撞击在旗上 顿时爆发出剧烈的涟漪波动 但却并未阻拦下唐鹰的步伐 在平台上众多艳线的目光之中 仅仅不到两三分钟的时间 唐鹰居然便是强力地突破了重重音波 身形一闪便是冲上了山顶 然后徐徐落下 呼吸略有些急促 眼瞳之中也是少有的犯着许些兴奋 虽然先前时间短暂 但其中的惊险程度却是丝毫不亚于与同等级的强者大战一场 成功 见到唐鹰成功闯上山顶 金石也是微微点头 旋即开口宣布道 下一位 文言 一道黄影顿时闪掠而出 最后抢先在硝烟之前 走出人群 对着金石抱拳道 黄泉门王尘 羽霸 他突然偏过头 看了一眼身后不远处的硝烟一眼 脸旁浮现一抹冷笑 而对此 硝烟确实未曾理会 脸上依旧挂着一抹细微笑容弧度 王尘并未如何拖沓 迅速转过身 目光看了一眼山顶上的两人 黑黑一笑 漆黑如墨的斗气迅速自体内涌出 然后将其包裹的犹如一颗黑球般 然后脚掌一跺地面 黑球直接这般以最为蛮横的方式 吃得一声闪掠而出 随着王尘进入实体范围 那音波攻击再度涌来 然而对于这些音波 那王尘居然是直接依靠着雄魂的斗气 全部应接而下 剑步如飞 一略便是十几丈距离 眨眼时间便是接近了山顶 见到这家伙所选择的方式 平台上不少人皆是惊花出声 旋即暗叹 这家伙的斗气果然雄魂 居然能够强行冲出这音波阵 虽说如此看上去有些有些笨拙 但也不失为一个可行之法 哈哈 漆黑圆球再度爆射而出 最后凌空一番 最后在一阵大笑声中落在了山顶之上 成功 目光扫了一眼山顶 金石嘴角也是一扯 出言道 这家伙的斗气比起寻常的斗皇巅峰 明显是要强上不少 而且还是颇为罕见的暗属性斗气 不然的话 即便是能够强行冲出音波阵 也定会出现极大的消耗 但看此人的模样 倒是颇为轻松 这黄泉阁也不愧是四方阁之一啊 下一位 听得那从金石嘴中传出的话语 硝烟却并未急着出现 目光一转 果然是见到那一身轻衣的少女 正连不轻移地徐徐行出 自然便是那星云阁的木青鸾 星云阁木青鸾 见过金石前辈 少女婷婷欲立 冲着石台奄然笑道 脸颊上有着许些俏皮的味道 目光顿在木青鸾身上 金石脸庞上的那副淡然模样 终于涌上了许些笑容 点了点头 缓缓地道 青鸾小姐倒是越来越能说会道了 当初你的家族让你拜封尊者为师 如今看来倒还是个不错的决定 封尊者 在平台上目光随意移动的硝烟 眼睛猛然在这一煞凝固 片刻后有些僵硬地缓缓转头 目光有些难以置信地定在木青鸾身上 他居然便是封尊者的弟子 前往中洲大陆 消炎也是有着寻找要老那生死至交封尊者的念头 但一直以来确实并没有什么消息 如今没想到居然是在这里 能够突然得到与他有关的消息 这木青鸾是星云阁的人 若是封尊者是他的老师的话 那封尊者应该也是星云阁之人吧 消炎心中念头飞速转动 旋即脸庞上也是涌现许些狂喜 终于是得到了封尊者的消息 若真如药老所说 那他也是能够不小的助力 也不用再孤身一人 在消炎心中念头转动间 那木青鸾玉角也是轻轻地踏上了石梯之上 然后开始不急不缓地一步步地对着石梯尽头走去 而当那铺天盖地的音波声暴涌而来时 一道清脆如鸟鸣般的滴滴轻哼声 却是自木青鸾小嘴中传出 在其轻哼声下那些暴涌而来的音波 居然犹如遇见了克星一般 迅速地退散而开 一时间 整个音波阵之内 声调顿时变得紊乱了起来 而在这紊乱之中 木青鸾却是从容而上 将近十分钟后 便是步上了山顶 这么多人中 他似乎是过得最为轻松之人 那些能够直接对人灵魂造成创伤的音波 对他宛如没有丝毫作用一般 见到木青鸾如此轻易地便是行上了山顶 也是令得不少人目瞪口呆了下来 谁也未曾想到 这音波阵居然能够这般轻松甚至毫不费力地度过 成功 下一位 见到那轻松达到山顶的木青鸾 金石也是无奈地摇了摇头 他倒是忘记了 是金属的音波攻击 对于木青鸾 可是没多大的效果 这次 倒是让得他取了不少巧 硝烟同样是因为那木青鸾的轻松通过 扼然了好一阵 半晌后 方才苦笑一声 目光在周围扫了扫 此刻的场中 随着凤青鸾四人的成功登场 包括硝烟二人 还有十人左右未曾出手 而那之上的名额 却是只有四名 见到场中依旧还未有人出来 硝烟轻吐了一口气 偏头对着纳兰燕燃扬了扬下巴 然后在众多目光注视下 大步而出 其后的纳兰燕燃再迟疑了一下后 也是跟了上去 场中的目光迅速地汇聚在硝烟二人身上 山顶上四人 也同样是将情绪不同的视线投射而下 对于这硝烟的实力 应该在这阴波阵中 便是能够分辨而出 晚辈硝烟 见过金石前辈 硝烟一抱拳 公声道 硝烟 听得这个名字 金石双眼却是微微一眯 对于这位连费天出手 都是未曾成功勤注的青年 他也是有所耳闻 没想到他居然也是来了这里 阴波阵是随着人数的多少而增强 你确定需要带一个人 金石目光看了纳兰燕燃一眼 道 以他的眼力 自然是能够看出 以后者的实力 上海不足以通过这阴波阵 文言 硝烟上海未说话 其后的纳兰燕燃不便是 迟疑的低声道 要不你一个人上去吧 带上我太拖累了 跟来吧 就当是送给他的一份礼 硝烟摇了摇头 然后缓步走向石梯 给老师的礼吗 纳兰燕燃望着硝烟的背影 轻咬着红唇 眸子浮现一抹自嘲 旋即悠悠一叹 抬脚跟了上去 望着纳在众人注视中 缓缓停在石梯之前的 硝烟与纳兰燕燃 不少人眼中都是涌现一抹好奇 对于这位最近传得沸沸扬扬的家伙 很多人都想知道 他是否有着 与这名声相比配的真实实力 而在那众目睽睽之下 硝烟清晰一口气 脚掌一踏 旋即轻轻地落在了石梯之上 第1002章声波对碰 随着硝烟脚掌的踏下 石梯周围那密密麻麻的是金属眼睛顿时睁了起来 浑身毛发也是再度竖起 强悍的音波悄然出现 令得这片天地能量都是迅速变得波动了起来 见到硝烟进入石梯 纳兰奄然银牙一咬 也只抬脚跟了上去 跟着我 硝烟目光紧紧地望着石梯周围的那些是金属 瞬间后 喉咙间猛地传出一道低吼声 吼声落下 其脚掌狠狠一跺地面 身形修的一声 便是化为一道光影 闪电般地对着山顶暴冲而去 其后 纳兰奄然也是将体内斗气催动到极限 拼命地施展着速度 紧跟上硝烟 见到硝烟二人开始加速 平台上以及山顶上的众人 也是迅速将目光投入而来 从一开始到现在 可还从未有超过单人闯关而成功的先例 因此他们也是清楚 这所谓的鼠潮音波阵 是随着人数的多少来决定威力 如今硝烟二人闯阵 那音波的威力 自然也将会是寻常时的两倍 在这等音波冲击下 恐怕就算是凤青儿等人 想要通过也是会有着几分困难 因此 不少人对于硝烟此次的闯关 皆是没报太大的信心 若说他一人的话 或许还真会有几分机会 但如今带上一个累赘之后 那结果 吱吱吱 实体至上 带着硝烟二人 在一瞬间冲出了将近百米距离后 周围那迅速凝聚的刺耳音波 终于是如风暴般 猛地从天而降 无孔不入地对着硝烟等人 身体钻去 音波袭来 硝烟与纳兰燕燃身体几乎是同时间出现了僵硬 不过前者倒是要好许多 依靠着斗气的强横 居然是生生地抗了过去 虽说速度略有减缓 但总算是支撑了下来 但后方的纳兰燕燃 却是翘脸微微一白 速度迅速地降低了下来 刺耳的音波 令得他的灵魂出现了阵阵刺痛之感 体内的斗气也是开始紊乱起来 紧咬着银牙 纳兰燕燃望着前方不远处的硝烟背影 强忍着那股钻心的灵魂疼痛 体内斗气毫无保留地抱涌而出 在身体周围形成一道道防御 拼命地阻拦着音波的攻击 长长的十梯之上 两道身影一前一后的急速闪掠 铺天盖地的音波宛如石质一般 几乎弥漫了十梯周围的每一寸空间 硝烟二人每一次的前进 都是将会消耗不少的斗气 方才能够达到目的 先前观看时 看上去倒是只有短短的几分钟时间 但没想到如今亲自上来一试 方才知晓 这东西居然是如此的难缠与凶险 在众目睽睽之下 萧炎与纳兰燕燃 也终于是闯过了十梯的一半距离 但此刻的后者 翘脸却已是分外苍白 若非是凭借着毅力 也是难以坚持到这般地步 以纳兰燕燃现在的实力 想要闯过这属潮音波阵 还是太过困难了一些 眼前的视线逐渐地变得模糊 纳兰燕燃望着前方 那道虽然萧绍 可在音波之中 却异常稳健的背影 唇角浮现一抹苦涩 遥想当年 他以一个高傲者的身份 在萧家强势退婚 那时候的他 虽说是年少娇满 但心里却是知道 他之所以所行此举 也是有着一点萧炎当年的废物之名 那时候的他 被收入云兰宗 在不少人眼中皆是前途无限 而萧炎 却只是一个小家族的废柴少爷 两者间的距离 宛如天壤之别 当时性格骄傲的他 自然是难以忍受这种差距 但也正是这当初的一时冲动 方才给予了他这无尽的后悔 他一切引以为傲的东西 皆是在少年的一步步成长中 尽数被摧毁 甚至是连最大的依靠云兰宗 最后都是在后者冷漠的声音下 不得不走到那最为悲惨的一步 原本以为在离开加玛帝国之后 他将会与这个深藏记忆中 难以磨灭的青年 彻底成为两个世界的人 然而却是未曾想到 在自己遭遇危机的那一刻 出现的救命者 居然便是他 再次相遇时 他的实力已经真正地远超于他 甚至如今 他连跟着他的步伐的资格 都是在逐渐地消失 一想到此处 纳兰燕人紧咬着红唇的背齿 不由地渗出一丝血迹 原本 他与他的关系 能够达到最为亲密的那一步 但可惜 许些残留内心深处的悔意 如毒蛇般地蔓延而出 令得纳兰燕人 嘴角苦涩之意更甚 而其身体表面浓郁的痘气 也是在阴波的冲击下 迅速变得稀薄起来 扑吃 某一刻 痘气终于是彻底消散 纳兰燕人身体陡然一鸣 翘脸如血般的血白 旋即一口鲜血喷涂而出 眼前迅速变得黑暗 身体如遭重击般 如断线的风筝般 倒飞而出 对不起 我已经尽力了 感受着体内告捷的斗气 纳兰燕人眼眸缓缓闭上 在心中低声尼难道 望着那终于是忍不住 倒飞而出的纳兰燕人 平台上不少人皆是摇了摇头 旋即不由地 有些对硝烟的愤愤 将如此美人带进阴波阵 但却未能给予他保护 这在不少人看来 是有着不太男人的味道 逞能 害人害己 山顶之上 凤青儿也是轻摇了摇头 旋即略有些讥讽的淡淡道 此人实力不弱 还未展现真正的本事 唐英迟疑了一下 缓缓地道 哼 你倒是太看得起这小子了 王臣撇了撇嘴 冷笑道 那可不一定 这人年龄不大 但却连我都是看不透 而且他能在风雷北阁主 废天手中逃身 即便是有外力相助 但若是没点真本事 恐怕无人会信 一旁的慕青鸾文言 却是抿嘴一笑 娇声道 轰 就在四人交谈间 一道闷雷声响 突然自十梯中传出 旋即众人便是见到 萧炎的身体突然在音波之内 蹦碎而下 再次出现时 居然已至纳兰奄然身后 手臂一伸 便是揽住纳兰奄然的先腰 咦 三千雷洞 呵呵 果然如同传言所说 此人也是不知从何处 修炼了风雷阁的三千雷洞 如今看来 果然不假啊 见到那消散的残影 以及雷鸣声响 木青鸾顿时惊讶的道 萧小之徒而已 凤青而淡淡地瞥了木青鸾一眼 话语中带着一丝冷意 萧小之徒可不能从北阁主 废天手中逃生 对于凤青而 木青鸾倒是丝毫不惧 小嘴一抿 便是轻笑道 对于木青鸾的针锋相对 凤青而柳眉一蹴 碍于对方的身份 只能一甩袖袍 微冷的目光 转向十梯之上的萧炎 道 那我倒是要看看 他如何带这一人 冲出这鼠潮音波阵 在众目睽睽之下 萧炎揽着纳兰燕燃 身体停留半空 目光紧紧地望着下方 那密密麻麻的是金属 眼中有着一抹冷光 闪掠而过 你一人闯阵吧 这大阵 我闯不了 被萧炎揽住 柔软鲜腰 纳兰燕燃苍白的脸颊 也是浮现一抹飞红 低声道 用紧剩的豆气 将双耳遮住 我说过会带你过阵 便是会做到 消炎淡淡地道 见到纳兰燕燃 依旧坚持 纳兰燕燃迟疑了一下 只能点了点头 然后使用紧剩的豆气 将双耳迅速覆盖 吱吱吱吱 下方无数的是金属 在略作停滞后 便是猛地抬头 一道道目光 直接锁定天空上的消炎 旋即布满历齿的大嘴 迅速张开 顿时 一股比先前更加可怕的声波 宛如波浪一般 闪电般地传出 感受着此次声波的强悍 平台上的众人脸色皆是一变 半空中 消炎望着那些犹如十字般的音波 嘴巴缓缓鼓起 脸色变得略有些胀红 瞬息后 嘴巴猛然张开 吼 宛如惊雷般的诗音唬哮声 突兀地从天空浮现 庞大的声波 几乎将整个天目山包裹而尽 在那惊人的笑声之中 甚至是还透着许些奇异的龙吟之声 令得闻者灵魂顿时一颤 脚跟都是忍不住的 有些发软起来 龙笑 一直面部改色的金石 此刻却是脸色猛的一变 尸声叫道 那种声波并不可怕 但最令得他感到惊骇的 却是那笑声中所隐藏的龙吟之声 这种龙吟 寻常音波斗技 根本就是模仿不出 唯有一些真正具有龙之血脉的异兽 方才能够发出 但硝烟却是一名人类 庞大的声波 在一道道惊骇目光中 席卷而下 旋即与那鼠潮音波 狠狠地对撞在一起 然后 所出现的是一种催枯拉朽般的消失 而消失的 正是那鼠潮音波 在这种音波对碰之中 硝烟居然以一人之力 正面地摧毁了 那无数是金属的合力音波 这一幕 直接是令得平台 甚至山顶上的几人 瞬间变得目瞪口呆了起来 这 这怎么可能 第1003章 封尊者去向 铺天盖地的鼠潮音波 尽数溃散 最后紊乱的四下扩散 一时间 那石堤周围的森林顿时遭殃 音波犹如刀刃般 在一片花花声中 将众多数目尽数拦腰砍断 天空上 硝烟望着那几乎是 成一面溃败之势的鼠潮音波 也是有些恶然 他心中也清楚 之所以能够达到这般效果 恐怕是因为从那阴阳龙玄丹之内所得到的一丝龙气的缘故 否则光光凭借狮虎碎金银的等级 即便能够与如此庞大的音波对抗 但也绝对不可能取到这般惊人效果 与人对抗时倒是未曾发现这般好处 这龙气似乎对魔兽的伤害更大 硝烟目光扫过石堤周围 发现那无数的是金属 此刻却皆是锁锁发抖了起来 先前的凶狠已经半点不见 显然 那笑声对他们造成的伤害不小 揽着纳兰奄然的先腰 硝烟迟疑了一下 身形移动 然后便是这般毫无阻拦的闪掠上山顶 将之轻轻放下 此刻的平台以及山顶皆是一片安静 谁也未曾料到 硝烟居然选择了这最为凶悍的闯关之法 而且最令的人无语的是 他居然还真的是能够成功击溃 那有无数是金属不下的鼠潮音波阵 这般实力 恐怕在场之人能够办到的也是极少吧 这家伙果然是个怪物 一时间 不少人皆是眼神有些怪异的在心中难难道 可 石堤周围 愣了片刻的金石 也终于是回过神来 望着那些萎靡的是金属 不由地苦笑了一声 没想到这小子居然还有这手 如今被他这样一搞 鼠潮音波阵的威力必然有所下降 这样的话 倒是便宜了后来的一些人 无奈地叹了一声 金石只能摆了摆手 道 闯关成功 下一位 你们还有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 听得金石的话 一道人影赶忙行出 然后快步走向石梯 山顶之上 萧炎从娜姐中取出一枚丹药 逼于纳兰燕燃 道 没事吧 结果丹药 纳兰燕燃轻轻摇了摇头 低声道 没事 谢谢了 萧炎一笑 这才转过目光 在山顶之上扫了扫 这天木山的山顶 面积颇为不小 而且布满着坑坑洼洼 乱石林立 而四人此刻所在的地方 正好是一块庞大巨石 所消出的平坦石台 至于那所谓的天山血坛 倒是未曾看见 想必应该是在其他地方吧 在略做打量之后 萧炎的目光 这才转向凤青儿四人 而此刻的四人 也正好将目光投来 唐英与木青鸾倒还好 凤青儿与纳王臣 倒是略微有些眼神不善 恭喜了 唐英冷意的脸庞上 扯出一抹笑容 对着萧炎拱了拱手 道 多谢 萧炎笑了笑 对于唐英 他倒是没有什么恶感 因此对其也是颇为客气 而至于一旁的凤青儿与王臣 他倒是未加多少理会 而他这般无视状态 也是令得眼中冷意更盛 一旁的木青鸾 目光先是看了一眼 石梯上的下一位闯观者 在见到没什么太大的悬念后 便是转回目光 绕有兴致地盯着硝烟 俏皮道 你的三千雷洞 修炼到什么境界了 当着凤青儿的面 这木青鸾居然如此问话 明显是想给前者一些不痛快 果然 在听得这话后 凤青儿脸色更显冰冷 淡淡地道 木青鸾 现在呈口舌之力 可算不得什么本事 三个月之后的四方阁大会上 我来试试你这些年 实力是否有所精进 木青鸾 唇角一仙 微笑道 我也挺期待的呢 上次的好运 不知道能否再次在你身上出现 是否是好运 你自己心里清楚 凤青儿美目青苔 平淡的语气之中 却是有着一种针尖对脉盲的锐气 见到这二人对碰起来 萧妍也是一阵恶然 看来这四方阁之间 也并非是想象中的那般和谐啊 不过能够见到凤青儿吃鳖 她倒也是感到挺爽 这女人或许是因为身份的缘故 从一开始给她的感觉便不是很好 木小姐 不知能否借一步说话 萧妍并不想介入 这两女人间的冷嘲热讽 但此刻的她 却是迫切地想要知道一些消息 当下出声道 文言 木青鸾也是一阵 她与萧妍只是第一次见面 谈不上熟 不过一想到萧妍这段时间 令得风雷格面子大损之事 倒也令得她对她好感多了不少 当下也未拒绝 心中带着一丝疑惑地点了点头 然后身形飘飞到一旁 别乱动 等着我 对着纳兰 嫣然嘱咐了一声 萧妍也是迅速闪掠而出 然后徐徐落在木青鸾身旁 有事 木青鸾欠手掠开额前青丝 偏着头 抿嘴轻笑道 近看木青鸾 就犹如一个处于青色年华的少女般 但萧妍却是知道 此女实力却是极为不弱 略作迟疑 终于是道 请问风尊者可是穆小姐的老师 嗯 这是不少人都知道 你要问的不会便是这个吧 木青鸾纤细眉毛轻轻一挑 道 那穆小姐可知道 风尊者前辈此刻的去向 萧妍客气地问道 你究竟是谁 你为何要找老师 木青鸾眼眸须眯 略有些警惕的道 见到木青鸾那警惕的模样 萧妍只得苦笑一声 迟疑了一下 道 故人之徒 奉尸之命 前来寻找风尊者前辈 故人之徒 哪个故人 文言 木青鸾却是一正 目光仔细地在萧妍身上 打量了一下 道 这 日后穆小姐便是能知道 但此刻 却是不方便说 萧妍摇了摇头 颇有些歉意的道 她与风尊者未曾见面 也不知道此人究竟如何 虽说要老说起 可以绝对信任 但如今的她 可不再是初出茅庐的小子 谨慎行事 早已深入其骨子 文言 木青鸾不由地撇了撇嘴 风尊者交由广阔 朋友颇多 这理由明显上还不够 不过她也并不想多加刁难 以风尊者的实力 即便萧妍真是心怀不轨 也是没有半点作用 当下挥了挥玉手 道 老师喜欢云游 平日很难寻常人影 不过你若真是想要寻她 便在三个月之后 去风雷东阁 风雷东阁 听得这话 萧妍直接愣了下来 旋即一脸苦笑 她与风雷阁闹成这样 怎么还能去其总部所在地 光是一个废天 便将她追杀成这般模样 更何况风雷东阁 还是风雷阁的总部所在 那里的强者必然极多 去了 恐怕就回不来了 三个月后是四方阁大会 这次的举办地点 便是在风雷阁 而作为参与方之一 我星雲阁自然是要到达 而到时候 老师也会前去 你想寻她 便只有在那个时间 可不是我故意玩望你 见到萧妍那苦笑的脸色 沐青鸾也是眼嘴一笑 娇声道 三个月后吗 苦笑一声 萧妍沉沿了一下 终于是狠狠地点了点头 道 多谢沐小姐告知了 你不会真打算去吧 四方阁大会 不仅费天会道场 甚至还有这其余两阁的阁主 甚至还有东阁阁主 雷尊者 你去的话 那简直就是找死啊 沐青鸾瞪大了好看的水灵眼睛 盯着萧妍 那模样就犹如看待傻子一般 在她看来 萧妍这般举动 完全就是自投罗网啊 呵呵 我会有分寸的 萧妍笑了笑 道 如果正如药老所说的话 封尊者必然能够给予她不小的帮助 解救药老 若是有着她帮忙的话 成功率必然会高上许多 毕竟现在的她在中州实在是太势单力薄了一些 见到萧妍坚持 沐青鸾也不便多说 贪了贪手 道 既然你执意要去 那可怪不了我 不过如果真如你所说 你的老实故人弟子 到时候他老人家或许会帮你说情 让封雷阁放了你 他老人家的面子 即便是那雷尊者 也是不会不给的 萧妍笑着点了点头 再次对沐青鸾道了一声谢 旋即便是听到石台处传来一阵喧哗声 举目一看 居然又是有着两道人影成功闯过了鼠潮音波阵 走吧 时间快到了 沐青鸾目光也是扫了一眼石台 然后对着萧妍挥了挥手 刚欲转身 迟疑了一下 道 对了 提醒你一下 尽量多小心一些 凤青鸾与王晨 话音一落 其脚尖一点怪时 身形便是轻飘飘地掠出 最后落在石台之上 望着沐青鸾的倩影 萧妍威威点头 旋即目光不着痕迹地转向凤青鸾与王晨身上 眼中隐隐有着寒芒闪动 他们若是不来遭惹自己便好 若是真不开眼 那也得让他们知道 他萧妍可不是能够任人揉捏的阮世子 第1004章交易 带着萧妍回到石台时 那阴波阵的闯关已经接近了尾声 而令得他感到惊恶的 是竟然在这短短的时间中 居然又有三人成功到达山顶 这样一来的话 石台上便是有了将近九人 但那天山血潭的名额 在除去两个是金属的名额后 已经只剩下了八个 也就是说 这九人之中将会有着一人丧失 进入天山血潭的机会 身形落在石台上 萧妍望着那最后的闯关艺人 感受着那阴波的强横程度 不由的眉头一皱 似乎现在的阴波比起之前 要弱上不少 心中带着疑惑略作思量 片刻后 当萧妍望着那些 看上去有些维米的是金属后 顿时明白缘由 当下便是一声无奈苦笑 没想到他在使用了 狮虎碎金银之后 居然还令到后面的那些家伙 减了大便宜 按照先前的鼠潮音波阵 强悍程度 先前那成功闯过的三人中 至少有一人将会难以通过 而且另外两人 也不可能过得那般轻松 说起来 萧妍倒算是在无意间 为后面的那些家伙 创造了一个良好的闯关条件 当然 即便是拥有着如此良好的闯关条件 但同样也是需要一些实力相伴 先前的三人 实力也都是在七星斗黄层次 说起来 也不算什么弱手了 心中无奈地叹了一声 硝烟目光转向那十梯上 狼狈闪掠的一道身影 微微摇头 此人实力不过六星斗黄左右 看来想要通过这鼠潮音波阵 成功率并不会大到哪里去 果然 也正消炎所料 当这道身影在距离山顶 仅有短短几十米时 体内斗气终于是告解 脸色一白 一口鲜血便是喷出 身形狼狈的倒射而退 最后重重地落在平台之上 一脸的不甘之色 见到此人最后依旧功亏一篑 平台上那些失败的人 也是叹了一口气 目光苦涩地望着山顶 那里已经有了足够的八个名额 也就是说 他们已经没有了登顶的机会 闯关结束 未曾成功者 等会会有人将你们送出天目山 今时瞥了一眼平台上不甘的众人 淡淡的声音宣告了他们结局 听得今时此话 不少人脸色也是变得苍白了许多 但前者却是未曾理会这些 手掌一挥 便是有着几名人身鼠头的壮硕人影行出 僵石踢口封锁 而其身形一晃间 则是如鬼魅般地出现在了山顶之上 居高临下地望着萧颜等人 见到金石出现 萧颜等人也是连忙行礼 他们可是清楚地知道 在天目山若是得罪了是金属族的人 不管是谁 恐怕都没什么好果子吃 金石微微点了点头 徐徐落下地面 然后便是直接对着山顶深处行去 跟我来 闻言 萧颜等人也是不敢怠慢 迅速跟上金石的脚步 天目山顶 怪石林立 在这里抬头刚好能够看见 天空上那极为浓郁的能量潮汐波动 那股隐隐间所扩散而出的能量微压 令得人心头不由自主地泛起许些含义 五彩的能量潮汐犹如波浪般 一波波地不断对着四面扩散而出 那般景象极为壮观 顶着天空上的能量潮汐 萧颜等人迅速在那怪石群中穿梭 如此好伴上之后 脚步方才随着前方的金石逐渐停下 缓缓地登上一处高坡处 出现在眼前的一幕 顿时令的萧颜等人清晰了一口凉气 萧颜等人面前是一个极为宽阔的火山口 一缕缕饭着火毒的炽热烟雾不断地被喷吐而出 在那火山口的中心处 有着一个约莫几丈大小左右的小池 此刻的水池中极为稀少 只能隐隐间看见一点火红之色 犹如岩浆一般 那便是天山血潭 不过现在还不是能量潮汐的最高峰 待得达到高峰期时 整座山脉的能量都会在这火山口凝聚 而到时候血潭也会满意 而你们便是需要在那个时候进入 手指指着火山口中心位置的那个水池淡淡地倒 文言 众人心中不由地一跳 望向水池的目光也是变得火热了许多 若是能够在那里侵泡一下 那可是得省去不知道多少年的苦修 你们得记着 天山血潭之内拥有着极重的火毒 越往下越深 所以不能在里面多留 顶多三天时间必须出来 否则火毒入体 即便是你们的老师出手 想要驱逐也极为困难 这里的火毒乃是无数年淤积而成 一旦入体便是会如肤骨之躯般 若非是一些高等级的炼药师 恐怕无人能解 金石沉生道 听得这话 不少人脸色皆是略有些变化 没想到这天山血潭之内 居然也还有着这般危险 硝烟目光在金石身上扫了扫 心头突然略有些恍然 难怪总是觉得他体内有种伤势淤积 如今看来或许也是应该与这火毒有着一些关系 另外你们现在这里有着九人 也就是说你们之中有一人不能进入天山血潭 至于谁不能进 你们自己判定 金石眼皮一抬 缓缓地到 这话一落 气氛顿时变得微妙了起来 一些单独之人 除了凤青儿四人之外 其余者皆是脚步缓缓地厚移了一些 看向周围的眼神中 多了一丝警惕与戒备 对于他们的反应 金石却是理也不理 刚欲转身 脚步却是突然一顿 目光转向硝烟 道 你跟我来一下 文言 在场之人包括硝烟 皆是一阵 玄疾目光奇异的望向后者 身为当事人的硝烟 迟疑了一下 刚欲开口 却是见到金石已经晃悠悠地 对着山火口的另一处高坡行去 那里有着一个石亭 见状 他只能点了点头 对着纳兰 嫌然嘱咐了一声 方才迅速跟了上去 带着硝烟来到石亭时 金石已是副手而立 目光望着天空上那五彩的能量潮汐 而且在石亭中 他还见到了在迷阵之前 所遇见的那位自称金谷的灰衣老者 金谷见到硝烟来到 冲着他嘿嘿笑了笑 看了一眼金谷 道 小家伙 知道叫你来是干什么吗 文言 硝烟略微沉默 旋即道 难道是因为金石前辈体内的伤势 此话一落 硝烟明显地察觉到 那金石身体轻轻震了震 而金谷却是大笑一声 道 看吧 我就说这小子绝对不是寻常炼药师 金石缓缓转身 原本平淡的目光 此刻却是变得异常锐利 他紧紧地盯着硝烟 有些怀疑的道 你能看出我体内的伤势 不怪他会怀疑 要知道即便是一些顶尖的六品炼药师 都是达不到这水平 难道面前的这不过二十多岁的青年 居然比这个等级还高 嗯 能够看出一些 硝烟微微点了点头 那可有把握治好 金石上前两步 沉生道 可以看看 硝烟迟疑了一下 也不客气 上前在石桌面前坐下 对着旁边的石以一指 那金石健壮扯了扯嘴 也只能如言坐下 抓起金石的手臂 硝烟眼眸微眯 以屡灵魂力量迅速侵入而进 见到硝烟闭目 金石与金骨对视了一眼 也不出言打扰 炼药师多为性格孤僻之辈 当初为了找一些炼药师帮忙查看 他们可是受了不少气 硝烟与他们比起来 倒是好了无数倍 查看持续了半长时间 硝烟终于是缓缓睁开双眼 脸色略有些凝重 怎样 一旁的金骨健壮 急忙到 火毒入体 而且是深入骨髓 如此之深的火毒 是我第一次所见 想要驱除 极难 硝烟收回手掌 摇了摇头 望向金石的目光 不由的有些同情 若非这老家伙实力强悍 恐怕早就在这火毒之下 化为灰烬了 听得硝烟 这与以前一些高阶炼药师 查看几乎完全相同的结果 金石与金骨二人 脸色也是变得灰暗了许多 瞧得两人这幅模样 硝烟手指轻轻在石桌上 磨擦了一下 片刻后 方才慢吞吞地道 虽然极难驱除 但也并非是完全没有办法 咔嚓 此话一落 金石面前的石桌 顿时爆裂开几道裂缝 他眼神炽热地抬起头 死死地盯着硝烟 声音终于是变得急促了起来 你 硝烟先生 能驱逐我体内的天山火毒 硝烟笑了笑 但却并未答话 而是将目光转向石亭之外 一副高深莫测的模样 见状 金石与金骨皆是一愣 玄疾四世明白了什么 前者迟疑了一下 终于是狠狠一咬牙 声音低沉地道 只要你能彻底驱除我体内的天山火毒 我给你一个绝对顺利进入斗宗的机会 刷 转向石亭外的目光几乎是犹如顺移般转回 硝烟的眼神也是在这一刻变得极为炽热起来 没有丝毫的迟疑 一个重重的字音直接从嘴中传出 好 第1005章血痰之底 听得硝烟此话 金石也是微微松了一口气 与一旁的金骨对视了一眼 略作迟疑 方才缓缓地道 天山血痰的确有着一些能助人突破瓶颈的神效 但这几率却算不得太大 而且只对一些在斗皇巅峰层次待了一段时间的人有作用 而我看你的实力 似乎方才进入九星层次不久 因此 即便你进入了天山血痰 但想要借此突破至斗宗 也是有着不小的难度 硝烟点了点头 这同样也是他心中的一丝顾虑 对于这天山血痰 他颇为重视 不然的话 也不会冒着被风雷阁抓住的危险前来此处了 那金石前辈所说之法 硝烟手指轻轻磨缩了一下石桌 将心中先前的翻腾压下 低声道 天木山顶的火山口 是整座天木山脉能量最为浓郁的地方 而那天山血痰 更是由极为庞大的能量凝聚而成 但这却并非是天山血痰最为精妙之处 金石目光投注在那巨大的火山口之上 沉生道 每一次的能量潮汐 虽说绝大部分的能量都是会凝聚成为天山血痰之内的红色液体 但却会有着一小部分沉淀而下 最后侵入天山血痰最深处 这部分能量虽然稀少 但或许是因为岁月的凝聚显得格外的精准 不过 可惜 那里虽然有着极大的宝藏 但却也是火毒最为浓郁之地 化到最后 金石脸庞上苦涩之意 似乎变得浓郁了不少 金石前辈体内的天山火毒 难道便是在那里沾染上的 硝烟脸色微微一变 道 金石叹息了一声 点了点头 以金石前辈的实力 都是抵挡不住那天山火毒的侵蚀 硝烟不过才九星斗黄实力 如何能抗得了 硝烟忍不住的皱眉道 对于其他人来说 的确不敢闯进天山血潭之底 但对于拥有着异火的你来说 却不算太大的难题 天山火毒虽然如复古之躯 但对于异火 却也依旧未有半点办法 金石笑了笑 道 文言 硝烟眉头不由的一条 从进入天目山后 他便是未曾展露过异火 这金石是如何得知 他身怀异火的 我是金属足的鼻子挺灵敏的 对于人体内的能量感应 格外的敏感 异火我并非是第一次所见 自然知道这东西那恐怖味道 似是知道硝烟心中的疑惑 金石淡淡一笑 道 硝烟略敢恍然 道 那金石前辈的意思 便是想让我去天山血潭之底 借助那里的能量 突破窦黄 金石微微点头 瞥了硝烟一眼 道 那里本是我是金属发现之处 为了将那里开辟出来 死的是金属可不少 因此那里算是我是金属足的密地 即便是凤青儿等人 也是丝毫不知晓 怎样 食指缓缓交叉 消炎沉吟了片刻 这才抬起眼 直视金石 道 也可以 不过确实必须等我顺利 从天山血潭之底出来 方才能替前辈驱毒 金石眼眸微眯 缓缓地道 不是信不过你 但所谓口说无凭 我总不能光凭你一句话 便是能够确定 你真的能够将我体内的天山火炉 驱除吧 这里是天木山 是金属足的地盘 有金石与金谷两位前辈坐镇 总不会以为小子就能够这般轻松跑掉吧 消炎一笑道 文言 金石微微偏过头 与金谷对视了一眼 好片刻后 方才点了点头 淡淡地道 既然如此 那便相信你一次 希望你能够说到做到 到时候 若非不能真的达到 这交易所需要的条件 便不要怪老夫了 话到最后 隐隐间有着许些威胁的意味 而对此 消炎也只是一笑 虽说金石体内的天山火炉极重 但要驱除 也并非是完全没办法 见到消炎未曾反对 金石手一扬 一道金光略向前辙 天山血潭之下 有我是金属足部下的空间捷径 你必须凭借着东西方 才能够进入 金石道 消炎一把抓住 眼睛一瞥 居然是一枚暗金色的鼠头骨 点了点头 将之收入那界 笑道 如此的话 便多谢金石前辈了 若是真能够在此突破斗黄 金石前辈体内的天山火炉 便交给小子便可 这样便好 那你先回去吧 马上便是快要到达能量潮汐鼎盛期了 到时候天山血潭之内会迅速被补满 而那时候也是进入的最佳时刻 金石道 文言 消炎也是一笑 站起身来 对着两人拱了拱手 然后便是转身行出石亭 对着火山口处行去 望着消炎远去的背影 金石不由地叹了一声 道 天山血潭之底 是我是金蜀族 好不容易方才发现 那里若非是没有火毒的话 必将会令我是金蜀族实力大涨 可惜 如今却是要让一个外人 来享受着第一杯羹 别唠叨了 以你的实力 在那血潭之底 都是被弄成这般模样 其他族人 恐怕一下去便是会立刻毙命 那里虽然是宝地 但也是致命的险地 筋骨撇了撇嘴 道 虽说弄得一身火毒 但我也是在这短短十年时间内 从五星斗宗达到了七星斗宗层次 这般速度 比起其他地方 可是快了数倍不止 算起来 也不算亏 金石笑道 若不是遇见硝烟 你怕是活不过三年时间 中洲大陆上那些七品炼药师 若是请来的话 那代价绝对会比请他更高 金石笑了笑 也是站起身来 目光望向火山口 道 原本还想将那血潭之底 用来培养我族之内的强者 但如今看来 还是得从长计议啊 画落 金石也是一声叹息 声音之中 透着丝丝不甘 守着宝山 却并不能使用 那般感受 方才是最让人郁闷的地方 火山口处 八道身影矗立在高坡之上 隐隐间有着许些争吵声传出 我说你们也都别再吵了 名额只有八个 而我们这里却有着九人 按我来说 就按照实力等级排名便可 实力最弱者 自动退出 如何 一名眉女间看上去略有些阴冷的白衣男子 目光扫过众人 最后顿在了纳兰燕燃身上 嘿嘿笑道 听得他这话 其余几人神色却是移动 但却并未开口 而至于当事人的纳兰燕燃 则是带眉微微一蹴 玉手抚摸着怀中的白虎 声音平淡的道 以我的实力要达到这里的确挺困难 但既然他辛苦将我带到了这里 我自然不可能主动退出 萧燕能让我主动退出 但你却是不信 借人之力而已 算什么本事 为了天山血坛成为别人的禁卵 任人玩弄 可不划算 白衣男子冷笑道 对于场中的争吵 凤青儿 木青鸾等四人倒是未曾参与 以他们的实力 也无人敢将话头转到他们的身上 因此皆是将目光投向火山口之内 听得白衣男子这般刻薄话语 纳兰燕燃撬脸瞬间变得冰寒了下来 雄魂斗气迅速自体内抱涌而出 然后美目喷火地盯着前者 然而还不带他出手 一只手掌便是轻轻搭在了他乡肩上 那道令得他心安的微笑声便是再度传来 看来似乎谈得并非是很好啊 听得这道声音 即便是凤青儿四人 也是迅速转回目光 盯着那站在纳兰燕燃身后的萧炎 眼中有着许些奇异情绪 我来吧 萧炎冲着纳兰燕燃微微一笑 然后缓步走出 目光望向那名白衣男子 脸庞上的微笑透出一抹冰冷之意 你认为他退出比较好 在萧炎出现时 那白衣男子脸色便是变得有些不太好看了起来 但在众人注视下 又不能退缩 只能硬着头皮冷笑道 他本来便不是凭借真实实力到达的这里 难道不该他放弃名额 还有其他人也这般想 萧炎偏过头 目光缓缓地扫过众人 轻声道 对于萧炎那隐隐间透着 丝丝危险气息的眼神 凤青儿等人倒并未说什么 而至于其余二人 更是不敢与其对撞 当下居然是无人回话 名额只有八个 可我们这里却有九人 那白衣男子健壮 嘴角不由地一扯 冷喝道 萧炎微微点头 脚步轻轻朝前一跨 一道闷雷声响起 残影浮现 而其身形 却是如鬼魅般地出现在了白衣男子面前 对于萧炎 那白衣男子一直便是保持着警惕 因此在雷声响起的那一煞 脸色便是猛的一变 身体迅速后退 然而其脚步刚刚退出一步 一道身影便是如肤骨之躯般 紧随而至 风雷般的一拳 撕裂空气 如闪电般的狠狠轰击 在根本来不及防御的白衣男子胸膛之上 噗痴 一口烟红鲜血直接喷出 白衣男子身体倒飞而出 旋即重重的撞击在一块巨石之上 碎石顿时四简 现在只有八个人了 身影闪现 硝烟目光淡漠地望着那道软瘫而下的身影 缓缓地倒 第1006章进入血潭 突如其来的变故 也是令得场中众人一惊 带着他们回过神来时 却只是见到那瘫倒在地的白衣男子 当下除了凤青儿等四人外 其余等人皆是心头泛起一股寒意 望向硝烟的目光中 也是多了许些惊惧 白衣男子全身瘫软地躺在巨石之下 身体之上不满着血迹 身体忍不住地有些抽搐 硝烟先前的那一拳 虽然要不了他的命 但却是直接令得他失去了移动的能力 以他那勉强达到七星斗黄的实力 根本就不可能应接下硝烟的一拳 目光淡漠地扫了这家伙一眼 硝烟缓缓转过身 脸庞上的冷意迅速消融 冲着众人微微笑了笑 轻声道 现在名额刚刚好吧 凤青儿目光冰冷地 在硝烟脸庞上扫了一圈 冷笑道 你倒还真是霸道得很呢 我风雷阁行事 怕都是比不上你 对于凤青儿话语中的许些嘲讽 硝烟却是一笑 道 弱肉强势而已 不过比起风雷阁的霸道 我倒还的确是有所不如 一次性便是能够出动好几名斗宗强者 对我进行围剿 这等大手笔也还真寻不出来多少 若非是天山血潭即将出现 我倒是很想试试 在这天木山 不借助外里支柱的你 能达到何种程度 凤青儿眼眸中寒芒闪动 道 凤小姐想试的话 随时都可以 消炎淡淡一笑 那般风青云淡般的模样 倒是看得凤青儿火冒三丈 不过在看了一眼火山口之内后 却是只能压下心中的怒火 天山血潭即将明现 它必须抓紧时间进入其中 然后以最快的速度吸收血潭之内的奇异能量 天山血潭之内 能量有限 多吸收一点是一点 说不定正是这么一点 便是能够决定突破豆黄层次的成败 见到凤青儿不再多嘴 消炎也是不再理会她 缓步走至纳兰奄然身旁 笑道 没什么事吧 正正地望着那张微笑的脸庞 突然之间 纳兰奄然突然感到鼻尖有些发酸 这种被一个男人保护的感觉 似乎与云运给她的感觉完全不一样 踏实而安稳 在这道消瘦背影之后 她似乎能够彻底地放稳那颗心 然而 理智却是告诉她 这种安稳的享受 只是会存在极短的时间 或许离开了这天木山 便是得消失 想到此处 纳兰奄然唇角便是不由地掀起许些自嘲 原本 这种感觉 她能享受一辈子的 但是 最后却是被她一手摧毁 我这算是自作自受吗 低不可闻的声音 从纳兰奄然嘴中轻轻传出 却是刚好落在身旁的消炎耳中 后者脚步也是微微一顿 旋即便是与之茶间而过 走上高坡 感受着走过的消炎 纳兰奄然紧咬着背齿的红唇 不由地再度用上了一些力度 缓缓转过身来 望着那道背影 刚欲说话 一道惊雷乍响 却是猛地从天际云层之中传下 突然出现的惊雷声音 也是令得在场众人一惊 抬起头来 却是见到天空上那五彩能量潮汐 居然停止了扩散 一个巨大的五彩漩涡出现在了火山口上空 缓缓旋转间 消炎等人能够感受到一股极为可怕的磅礴能量 正在疯狂地对着天空上凝聚而来 血潭要出现了吗 见到天空上的这般异变 消炎异形人眼中也是涌现一抹喜意 随着天空上巨大的五彩能量漩涡出现 这片天际的能量也是变得剧烈波动了起来 一股股能量宛如五彩皮链般 源源不断地灌入漩涡之内 令得其旋转速度也是随之加快 伴随漩涡旋转速度加快 一股飓风也是凭空出现 乌乌地在山顶之上肆虐 飓风犹如刀锋般刮过山顶 直接是在一阵痴痴声响中 在一些巨石之上留下手臂粗壮的裂缝 雄魂的斗气自消炎等人体内抱涌而出 而他们的身体却是犹如磐石般的 站于高坡上纹丝不动 能够走到这里的人 大多都算是中州北域年轻一辈中的佼佼者 自然是没有什么弱手 天空上 能量漩涡的面积越来越大 其中所蕴含的能量 也是越来越恐怖 某一个瞬间 其旋转速度终于是逐渐变得缓慢而下 旋即漩涡微微一顿 漩涡中心处一道强光陡然爆发 喷 突如其来的强盲几乎笼罩了整个天目山脉 这一刻 那弥漫山脉的浓雾 居然都是在这光芒之中变得稀薄了下来 在强盲出现的那一煞 能量漩涡猛的一颤 旋即一道足有几十丈庞大的五彩能量柱 犹如能量炮般 喷的一声 自漩涡之内爆喷而出 而其目标赫然便是直指下方的火山口 在如此可怕的能量光柱之下 硝烟等人脸色也是微变 身形急忙后退 轰 光柱速度极为迅猛 仅仅一闪之间 便是狠狠地落进了庞大的火山口之内 旋即一道庞大的气浪顿时席卷而出 一时间 火山口周围的怪石 顿时纷纷爆裂而开 硝烟等人脚掌插着地面退了将近十多米 方才缓缓稳住身形 望着那转眼间变得空空荡荡的山顶 不由地抹了把额头上的冷汗 抬眼一望 只见得火山口处 居然已经被浓郁的五彩光芒所弥漫 一股浓得令人震惊的雄魂能量 荡漾在其内 现在便是进入天山血潭的最佳时期 动身吧 金石的身影从远处飘飞而来 最后徐徐落下 在其身后 有着两头体型颇为巨大的是金属 而随着他这话落下 凤青儿等人眼中顿时掠过一抹难以掩饰的迫切 身形移动 几乎是各自将速度施展至极致 化为几道光影 闪电般地对着火山口之内飞掠而去 消炎瞥了一眼那些狂冲而出的凤青儿一行人 心中不由的嘿嘿一笑 一把抓住身后 纳兰燕燃好万 身形移动 也是迅速闪掠而出 记住 不要伸入天山血潭之底 一进入其中 便加紧吸收 这是一次难得的机缘 闪掠之间 消炎迅速地对着纳兰燕燃道 恩 对于消炎的拉扯 纳兰燕燃也不反抗 反而是轻轻地点了点头 你若是从天山血潭之内出来后 便不用再等我 我所需要的时间或许会很长 消炎身形移动 便是再度掠上火山口 随口说了一声 然后目光便是扫向火山口之内 当下眼中不由地浮现一抹惊叹 此刻那庞大的火山口中 遍布着浓郁的五彩能量 看上去分外的绚丽 而最引人注意的 莫过于那火山中心位置的 那一显眼的红池 即便是相隔甚远 但消炎等人依旧是能够看见 此刻的天山血潭之内 已经是被一股看上去 有些妖异的红色液体 尽数充斥 在那里 消炎感觉到了一股 令人感到震惊的浓郁能量 那便是天山血潭吗 望着那妖异的血池 消炎眼中也是浮现一抹炽热 看了一眼 已经对着血池狂掠而去的 凤青儿等人一眼 脚尖一点地面 也是拉着那蓝 奄然对着天山血潭暴掠而去 这个火山口面积极大 但以消炎的速度 也不过是半分钟左右的事 不过带着他赶到时 刚好是见到凤青儿等人 扑通扑通地 尽数冲进了血潭之内 瞧得这些家伙那猴急的模样 消炎也是有些无奈 还好他的目标是血潭之底 不然跟这些家伙比疯狂 那可就真是有些好玩了 天山血潭的面积 约莫七八丈左右 算不大太大 但容纳消炎己人 是绰绰有余 近距离地观看血潭 那股妖异感觉 更是浓于不少 那所谓的红色能量 看上去就与鲜血相差不多 粘稠而鲜红 血潭表面 还会不断地泛起一些血泡 血泡爆裂 一股浓郁的血色能量 便是徐徐散发而出 宛如烟雾般 果然不愧是 能够助人突破瓶颈的神奇之地 这般惊人的能量汇聚 简直就是我生平首次所见 心中惊叹了一声 消炎片头对着纳兰 奄然笑道 你也进去吧 虽说你未曾达到斗黄巅峰 但在这里面一炮 对你好处也是不小 纳兰奄然微微点了点头 将手中白虎轻轻抛在血潭周围 美目顿在消炎脸庞上 低声道 你以后若是要找老师的话 或许可以去花宗 话音一落 他也不带消炎细吻 身形一动 便是如一条美人鱼般 静直跃进血潭之中 花宗 那所谓的二宗之一 望着纳兰奄然消失在血潭内的倩影 消炎也是一阵 却是来不及多想为何云运会跟这般势力有所交集 但也是迅速将此话牢记心头 身躯一跃 便是扑通一声 落进了血潭内 随着消炎一行人尽数进入血潭 火山口之中 也是逐渐地变得平静下来 唯有着狂风 依旧在疯狂的肆虐 刮着呜呜不休的狂风 第1007章血潭前修 冲进血潭之内 消炎的第一感觉 便是那浓郁的令人难以置信的精纯能量 碧绿色的豆气缭绕在其周身 将周围的血红色液体尽数隔绝而开 它并未吸收这里的能量 而是在略作停顿之后 直接对着血潭之底游荡而去 血潭之中的血红色液体 颇为粘稠 就如同鲜血一般 视线在这里也是变得极短了起来 甚至连游动时 都是感觉到一股不小的阻力 而且最令的消炎感到惊恶的 是灵魂力量 居然也是难以穿透这些血红色液体 那般感觉 就犹如在森林中所遇见的那些诡异迷雾一般 不过虽说灵魂力量难以穿透血红色液体 但消炎依旧是能够隐隐地感觉到 在它周围不远处 有着什么东西 在疯狂地吸收着血潭中的能量 显然应该便是凤青儿等人 消炎身体略微停留了一下 略意迟疑 目光望向血潭之底 由于视线阻碍的缘故 所能望见的便只是那种悠悠的暗红之色 看上去倒是令人有种毛骨悚然的感觉 手掌一晃 那块暗金色的头骨出现在其手中 消炎手掌微微紧握 旋即一咬牙 身形移动 直接是破开红色液体 迅速地对着血潭之底游去 随着离血潭之上越来越远 那红色液体之中所蕴含的能量 也是越来越浓郁与精纯 但消炎却是清楚 这个距离的红色能量之中 已经被掺杂了上了极为浓郁的火毒 这种火毒并非是能量天生所携带 而是这座火山弥漫而出 这天山血潭应该便是这火山的中心点 也是火毒最为狂暴的地点 火毒这东西 消炎当年在内院的天坟炼气塔中也见过 但这两者明显不是一个层次的 这天木山的火山不知道存在了多少年 那般累积的火毒自然是极为恐怖 不然的话 不可能会将金石弄成这般模样 斗宗强者可并不脆弱 低绿火焰缭绕在消炎周身 恐怖的温度将附近的血红色能量尽数蒸发 而那些红色能量之中所蕴含的火毒 也是被火焰给强行排开 根本就接触不了消炎的身体 这般不断的下潜 持续了约莫将近十分钟的时间 消炎手中的暗金色头骨 方才逐渐的变得炽热起来 许些光芒从中弥漫而出 见到头骨的反应 消炎心头也是微微一喜 游荡的速度逐渐变缓 片刻后身体逐渐停止 目光火热地望着下方 那里的空间隐隐间有着许些扭曲的感觉 而那众多红色液体也是犹如遇见了无形的屏障般被分离而开 这里便是那空间洁净吗 望着那有些扭曲的空间 消炎眼中也是略过一抹凝重之色 它能够隐隐间感受到这东西的强悍程度 若是依靠它的能力 想要进入其中 那困难度怕是不会低到哪里去 手中按金色头骨抬起 然后轻轻地按在那无形的空间屏障之下 顿时头骨爆发出一阵璀璨强盲 而那空间洁净也是泛起了一圈圈连漪 旋即一道可容易人通过的通道 出现在了消炎面前 见到这通道消炎脸庞上的凝重更深 将头骨收入那界 深吸一口气流离连心火爆涌而出 然后将身体里里外外进入包裹 做完这些防御 它这才稍稍放心 身形移动 谨慎地顺着通道游荡而进 身体刚刚通过通道 消炎便是猛地感觉到周围一股强悍的压力陡然袭来 而其身体也是瞬间下沉了十几米 方才稳住 稳住身形 消炎这才举目四望 这片被空间捷径封锁的区域并不大 不会超过十丈范围 这里的血红色能量的粘稠程度 达到了一个相当恐怖的地步 甚至是手臂挥动肩 都是将会感到一股比上面强大了十倍不止的阻力 这里的粘稠血色液体之内 掺杂着一种颇为浓郁的暗灰色光点 这些光点之中隐隐散发着一种腥臭的燥热之味 每当这些灰色光点落在消炎身体周围的碧绿火焰上时 便是会立刻爆裂而开 与此同时那火焰也是会剧烈地颤抖起来 这便是那所谓的天山火毒吗 腐蚀力居然如此恐怖 难怪连金石那等实力的强者 也是不敢在这里过多停留 消炎面色凝重地望着那些密密麻麻的灰色光点 在心中喃喃自语道 在消炎的下方是一片布满着坑坑洼洼的凹槽之地 这些大大小小的坑洞内不断地冒出许些灰色烟雾 而那烟雾之内则是被灰色的火毒所弥漫 显然在这血潭之底应该便是一座沸腾的火火山 目光带着许些惊叹扫遍这片被空间洁净封锁的区域 消炎游动着身体 然后在血红色液体之中盘腿坐下 体内的琉璃连心火源源不断地涌出 隔绝找火毒的侵蚀 若非是有一伙 即便明知道这里是处宝地 怕也是不敢下来 有些庆幸地轻叹了一口气 消炎手中迅速截出修炼印记 而其双眸也是逐渐闭上 仅仅几分钟时间 消炎便是顺利地进入到了修炼状态 旋即一股凶猛的犀利 也是徐徐地自其体内抱涌而出 随着犀利的永胜 这片安静的血红色液体区域 顿时变得骚动了起来 雄浑地令人震惊的粘稠血色能量 犹如一道道皮链一般 源源不断地对着消炎体内钻去 在这些血红色液体 接触到消炎体表的碧率火焰时 顿时便是爆发出一阵痴痴的声响 液体能量之内所蕴含的灰色光点 立刻蹦散而开 在琉璃连心火之下 这些火毒根本就难以进入到消炎的身体 失去了火毒的血红色液体 方才是最为大补之物 但犹如岁月的累积 这两物几乎是彻底地粘合在了一起 若非是消炎拥有着琉璃连心火 怕也是绝对不可能如此轻易地便是将之分离而开 而当第一股磅礴的血红色液体 钻进消炎体内时 其整个身体都是在此刻猛地颤抖了一下 如此强大的能量 若是放在平日 足足可抵挡三五日之功 但现在 却是在一个极短的时间内完成 难怪会令的是金属足 费这么大的心血将之掩藏 如果能够将这里的火毒 尽数排除的话 是金属足的实力 必然将会因此而大涨 心神操控着这些灌注入体的磅礴能量 沿着焚掘的功法路线急速运转 而在那般运转间 消炎能够隐隐地察觉到 体内的经脉 骨骼 肌肉 甚至细胞等等 都是在疯狂地吞噬着侵入体内的大量能量 而在这般吞噬间 它们也是正在飞速地强化 那血色粘稠能量似乎有着一种极为特殊的神效 可供吸收的程度极强 而且或许是犹如经年累积的缘故 其中有着一种淡淡的生机之感 吸收之时总是能够感觉到身体处在一个生机勃勃的状态 极为的玄奇 此刻若是有人在此的话 则是能够发现 此刻的消炎几乎全身上下都是变成了那种血红之色 那些磅礴的粘稠血色能量 已经占据了它身体的每一寸 甚至是连皮肤都是在血色能量的侵泡之下 变得越加的具备柔韧性质 对于血色粘稠能量的这般神效 消炎心头也是一片狂喜 若说先前它还会此处能够助它突破痘黄层次有些怀疑的话 那么现在便是绝对的毋庸置疑 按照这种速度 即便突破痘黄所需要的能量是一个无底洞 那它也是有着信心 在这里将那所谓的无底洞给填满 在这血痰之底 给予了消炎脱胎换骨的充裕能量 在这里它能够肆无忌惮地吸收 而不用丝毫担心会出现能量枯竭的问题 而此处那最令的人忌惮的天山火毒 对于消炎来说却是没有半点的威胁 因此这里的宝地说起来几乎倒是像为消炎量身打造一般完美 吸收的速度虽然颇为恐怖 但消炎也知道 即便如此想要突破痘黄层次 也上海需要不短的时间 突破痘黄巅峰所需要的能量实在是太过庞大 身体如尸体般的盘坐于血痰之底 周身碧绿火焰犹如永不熄灭般 将消炎紧紧地护在其内 在火焰周围 一股骨极为粗壮的血红色粘稠能量 也是在源源不断地穿过火焰 最后尽数灌注进入其身体之内 安静的血痰之底没有时间的概念 但那如老僧般的消炎 从其体内弥漫而出的气息 却是在以一个缓慢的速度逐渐地攀升 这般速度虽然看似缓慢 但却是在对着那个横跨在斗黄与斗宗之间的那道天鹤 悄然爬去 按照这种速度抵达甚至突破 也只是时间的问题 而当达到那般时间之上 也便将会是消炎成功突破斗黄 达到斗宗之刻 第1008章 淬炼灵魂之效 暗红的火红血痰之底 寂静无声 一切都是在寂寥中悄然进行 在这种地方 似乎连时间都是失去了它应有的作用 火红之中 一点碧绿之色若隐若现 却是格外的显眼 拉近视线 方才显露出了一道盘腿而坐的身影 自然便是那潜入血痰之底 潜修的消炎 从进入修炼状态到现在 消炎几乎是一直未曾从中退出 就这般如老僧般 保持着纹丝不动的姿势 源源不断地吸收着周围 那磅礼的能量 然后用以锤炼体内的经脉 骨骼 肌肉 甚至细胞 一股暗红的血色 笼罩着消炎身体的每一寸 甚至是连脸庞 都是布满着血色 隐隐看去 有着许些争鸣可不的味道 不过好在这里除了它之外 并没有其他人 因此 倒并未有人见到这般一幕 散散时间 消炎应该是在此处 待了约末两天时间 这两日之内 它未曾有过片刻的歇息 一直都是在肩部停歇地 吸收着周围 那磅礴的血色能量 而在这般迅猛吸收间 消炎体内的斗气 也是逐渐地变得越来越雄浑 犹如河流一般 不断地在体内经脉之中轰然流淌 按照消炎自己的推测 恐怕现在的它 也算是达到了 斗黄九星巅峰的层次 但据突破 依旧是还有着一段 难以计量的距离 想要顺利达到斗宗层次 即便是有着这天山血潭之柱 所需要的时间 怕也不会是 短短两三天之内便能达到 而对此 消炎心中自然是异常清楚 所以也并没有什么烦躁的情绪 保持着那平静的心境 循规蹈矩地吸收着那血红色能量 让自己能够最大化的将这些暴涨的能量控制 毕竟不管实力如何强悍 若是连自己体内的斗气都是不能如臂指挥 那还如何与人相战 在消炎这般平和心态中 枯燥的时间 倒也是难以影响其心境 身体纹丝不动 源源不断地吸收着能量 然而在沉浸在那种体内缓慢的脱胎换骨的奇妙感觉之中 顺着这般平和修炼的时间持续 消炎那一头黑发 也是如野草般的刷刷掌动 而且或许是因为体内血色能量太多的缘故 那一头黑发 居然也是逐渐地变成了血红之色 这般远远看去 此刻的消炎就如血人般 透着丝丝恐怖气息 对于身体表面的变化 消炎倒是未曾在意 他知道这是吸收能量过多导致控制不得当的缘故 等到他将体内能量彻底操控之后 一切自然是变回原样 现在的他所需要做的 便是彻底稳固心神 然后感受着体内那越加强横的实力便可 暗红的血潭中 时间如流水般的度过 一眨眼便是将近十天时间过去 这十天之内 消炎身体依旧未曾有过丝毫动静 一头血色红发也是越来越浓郁 但值得一提的是 如今消炎的气息 也是逐渐的增长到了一个可怕地步 虽说依旧未曾突破豆黄 但比起十日之前 至少是强横了两三倍不止 气息的蜕变 但也并未带动消炎顺利突破豆黄 由此可见 这豆宗层次是何等的难以达到 若非是因为这天山血潭的缘故 即便是以消炎的速度 要达到这般地步 怕也是至少需要将近半年的时间吧 一股股粘稠的血色能量 源源不断的钻进消炎体内 某一刻 其脸庞却是突然移动 眼皮抖了抖 居然是缓缓睁了开来 睁开双眼的消炎 眼中有着许些惊恶 将它突然从修炼状态中 惊醒出来的缘故 并非是外界原因 而是因为它发现 随着在此处修炼的家具 其眉心处的那眉三千雷换身的灵魂分身 居然也是在逐渐的吸收着那种血色能量 但或许是因为有着它压制的缘故 因此那分身所吸收到的能量并不多 所以到的现在 它才突然察觉到分身似乎在逐渐的变强 这里的能量 居然对灵魂的增长还有效果 消炎疑惑的喃喃了一声 旋即略作迟疑 屈指一弹 一道无形光芒便是自眉心处闪掠而出 最后落在身旁 分身一出现 其体内便是自动迷茫而出一股吸力 周围的那些粘稠血色能量 也是犹如受到牵引般 分出一股 对着其体内也是贯注而去 而当这些血色粘稠能量 在接触到分身身体表面的陨落心眼时 顿时爆发出一阵霹雳啪啦的声响 那是能量中的火毒被排除出现的情况 还好有着陨落心眼保护分身 不然的话 这分身刚刚一出现便是得被火毒侵蚀的消散而去 见到这一幕 消炎也是松了一口气 在心中庆幸道 随着那一股磅礴的血色粘稠之力进入分身体内 只见的一股浓郁的暗红之色 顿时自其体内抱涌而出 一时间 本是透明虚幻的分身 立刻变成了血红之色 不过虽然颜色变化了 但与之有着灵魂连接的消炎 却是惊喜地察觉到 分身的实力 居然是在一种令人极为惊骇的速度 迅猛提升 按照这种速度 再配合着陨落心眼的锤炼 恐怕要不了多久时间便是能够达到登堂境界 这里的能量 居然还有着淬炼灵魂分身的效果 肖炎也是为这速度震惊了一下 旋即惊喜地自遇到 短短不到半年的时间 便是将三千雷换身修炼至登堂境界 此时若是传到封雷格尔中 恐怕那些修炼着斗技的人 当场便是得吐血三声吧 特别是那废天 要知道 那老家伙为了将分身锤炼到登堂境界 可是消耗了将近五年时间 而这五年时间 消炼却是将之缩短了数倍乃至十数倍 这之间的差距宛如云泥之别 这里的血色能量这般奇效 恐怕即便是连那金石都是不知道 毕竟它可没有一伙护体 可不敢将灵魂释放而出 毕竟一旦灵魂沾染上火毒 那可就真正的是无药可治 等于必死之局了 心中为这等发现雀跃了一下 消炼目光紧紧的注视着分身的变化 如此许久之后 在并未见到有什么其他状况出现后 它方才彻底的放下心来 将分身放于一旁 任它吸收着能量 反正这血痰之底能量极为磅礴 足够它们的挥霍 将心神从分身之上转移而开后 消炎沉神感应了一下体内 脸庞上的洗衣更浓 低声喃喃道 豆黄巅峰 那金石的确没说谎 这里恐怕还真是能够让我成功突破 豆黄 晋升斗宗 不过这时间 或许得消耗不少 微微抬起头 望了一眼上风 黏稠的血红色能量 并未让得它的视线射到太远 那一片千篇一律的暗红之色 令得人颇感压抑 但为了能够成功突破豆黄 也只能咬牙坚持下去了 若是能够成功突破之斗宗 若是在遇见费天娜老不死 我也能与周旋一二 若是在借助要老先生的力量 或许能与其正面抗衡 豆宗与豆黄 是两个截然不同的等级 若是能够成功达到 那它与沸天之间的距离 也不再是那么遥不可及 借助着一些外物 也并非是不可能与其一战 而且达到了豆宗层次 它炼制七品丹药的成功率 也是能够提升不少 也不用再靠运气 有了这等实力 即便是参加丹塔举办的丹会 消炎也是有着不弱的信心 能够进入前十 想到那达到豆宗的种种好处 消炎心头也是越加炽热 深吸一口气 看了一眼身旁不远处 正不断吸收能量的灵魂分身 手掌也是再度截出修炼手印 眼眸也是逐渐闭上 这一次 它是彻底的打定了主意 若是不突破豆宗 那么便绝不离开这血痰之底 随着消炎再度进入修炼状态 血痰之底再度变得寂寥无声的起来 不过唯一有所不同的 便是此刻的暗红世界中 又是多了一道犹如无底洞般 源源不断吸收着能量的身影 时间在这里过得极快 完全进入修炼状态中的消炎 也是彻底遗忘了时间的流逝 它犹如进入了一个遗忘般的状态 而开启这个状态的唯一办法 便是等到突破的那一天 为了突破 消炎是真正的下了狠心 从来到中周的这段时间 它清楚的感觉到豆黄实力 已经不足以再令得它得到足够的安全感 在这片强者云集的大路上 唯有不断的提升实力 方才能够令得自己的生命得到足够的保障 在这般遗忘般的状态之中 时间如指尖沙斑 悄然流逝 未曾带起丝毫波澜 十天、二十天、一个月、一个半月、两个月 当时间的指针走到第78天的时候 寂寥无声的血痰之内 终于是有了一丝动静 第1009章突破 《斗宗》 火山口之外 狂风肆虐 呜呜地刮个不停 在山口不远处的那石亭中 有着两道苍老身影 覆手而立 已经两个半月时间了 金石眉头紧皱地望着那火山口之中 那里的天山血痰 已经从当初的满溢状态 降到了一个极浅的位置 而且那红色的液体颜色也是变得淡化了许多 看上去就与寻常湖水没什么不同 其中的能量也是淡到了一个无法吸收的程度 一旁的筋骨文言也是苦笑了一声 旋即迟疑的道 难道出什么问题了 那下面的天山火毒实在是太过浓郁 即便是连我都不敢深浅 应该不会的 天山火毒虽然凶悍 但对异伙却没太大的威胁 金石摇了摇头 沉声道 但不知为何其话语中倒并非是显得那般自信 消炎进入天山血痰 已经两个半月的时间 这时间实在是有些太长了 血痰之底的火毒极浓 即便是他都不敢停留这么长的时间 虽说消炎拥有着一伙 但毕竟他的实力还只是一名九星豆黄 望着金石那般模样 金谷也是无奈一探 这两个半月中 天目山脉的能量朝夕 也是逐渐的平息了下去 凤青儿等人在血痰中待了将近五天时间后 也是陆续的离痰而出 在略作告别后便是迅速的离开了去 看那般模样 似乎这次的血痰侵泡 他们得到的好处极为不小 说不定带的回去之后 便是能够顺利突破豆黄也不一定 而至于纳兰燕然 在血痰内仅仅只待了三天时间 便是因为体内能量达到饱和而不得不出痰 然后在天目山等了消炎将近两个月 终于是不得不离去 也就是说 如今的天目山恐怕也就只有消炎一人 还没有半点消息 若是今天之内依旧还没有消息 我便进入血痰之底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沉吟许久 今时终于是一咬牙 他体内的火毒还需要消炎出手 因此即便是明知道那血痰之底不能随便进入 也只能去查看一番了 闻言 金谷也是无奈的点了点头 现在也只能这番了 轰 就在金谷刚刚点头的那一煞 火山口周围的天地 突然凭空爆发出一阵能量轰鸣声 旋即这片天地间的能量 居然是剧烈地波荡了起来 而随着这道轰鸣声响起 只见的周围天地间的能量 就犹如受到了一种牵引般 居然开始疯狂地对着火山口之内凝聚而去 今时二人定睛一看 发现这些能量所凝聚的地方 赫然便是那天山血痰所在处 怎么回事 突如其来的变故令得金谷一正 旋即急忙道 今时也是眉头紧皱 目光死死地盯着血痰之内 那里的水面上 此刻出现了将近十几丈庞大的水旋 在水旋中心位置有着一个漆黑的空洞 而那些周围天地间的能量 则是尽数顺着这里 狂涌而进 血痰内似乎有着什么东西 在疯狂地吸收能量 如我所料不差的话 应该是消炎搞出来的 今时缓缓地道 以他窦黄的实力 怎么可能引动天地能量的震荡 筋骨惊叉的道 旋即四世猛地想起了什么 眼睛一瞪 震惊地望向金石 这家伙 不会是要突破到斗宗了吧 金石眼中也是掠过一抹奇异神采 片刻后 微微点了点头 道 恐怕是这样 这家伙 居然还真的做到了 虽说天山血痰的确有着一些 助人突破瓶颈的效果 但这也是我第一次见到 在血痰之内成功突破的人 此事若是传出去了 天山血痰的吸引力还会暴增 难怪居然在血痰之底 待了这么久的时间 原来是想一股做起突破之斗宗 不过这办法 怕也就唯有拥有一伙的人 方才能够使用 那下面的天山火毒 实在是太过恐怖了点 不过 这家伙突破时 闹得动静可还真不小 这边的天地震荡成这般模样 恐怕方圆千里之内的一些 斗宗强者 皆是会有所感应 筋骨扎了扎嘴 道 金石点了点头 目光紧紧的望着血痰 心中也是略微松了一口气 只要消炎没事 那它体内的火毒 应该也是没问题了 在二人谈话间 这片天地间的震荡 也是越来越剧烈 一股股浓郁的能量 不断从天地间渗透而出 然后源源不断的对着血痰内的 那个漩涡之内涌去 远远看去 几乎整个天木山 都是包裹在了有些斑斓的 狂暴能量之中 极为壮观 这般变故自然也是引起了天木山 整个是金属族的注意 无数道惊恶的目光投射而上 望着天空上那宛如实质般的狂暴能量 那股隐隐间所弥漫而出的能量威压 令得不少实力稍弱的是金属 有种心惊胆战般的感觉 天地间的变化随着时间的持续 不仅未曾减弱 反而是越来越浓郁 到的后来 看上去几乎就犹如无数道彩色的皮链 不断从天空掠下一番 而随着越来越多的能量涌进血痰之内 一股磅礴气息 也是犹如苏醒的巨龙般 缓缓地自血痰之底迷漫而出 那股气息之强即便是金石金骨二人 也是微微有些动容 这股气息可不像是刚刚进入斗宗的程度啊 金骨有些疑惑的难难道 嗯 光是这股气息便是丝毫不比寻常的一星斗宗强者弱 不过这也不排除在突破之际气息达到巅峰的缘故 或许带的突破完成便是会逐渐降下吧 金石点了点头到 气息的弥漫迅速地扩散短短时间之内 便是将整座天木山笼罩而尽 在如此磅礴的气息之下 除了金石等少数一些实力极强的人之外 其余者皆是由心蔓延而出一股恐惧之感 不少未曾画形的是金属 慌乱的吱吱乱叫 伴随着天木山上的动静越来越大 以及那股自血潭之底传出的气息越来越强 一时间天木山脉周围千里之内 不少强者都是有所感应 一时间一道道目光皆是投向了天木山脉所在的范围 这股气息又有人要突破到斗宗了吗 看这方位似乎是在天木山脉 难道又是是金属族的人 这些家伙倒还真是好运 这样一来是金属族的实力又是要增强了 天山血潭还真是好东西啊 看来下一次或许也该让宗内的弟子也去试试运气了 天木山顶能量呼啸天际血潭之上的漩涡 旋转速度也是越来越疯狂 浪花狠狠地轰击在周围的石壁之上 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隆之声 而或许是因为天地能量的波动 也是导致山顶上空凝聚了不少乌云 一时间原本艳阳高照的天气 居然便是直接变得乌云密布了起来 对于天空上的变化 金石金骨二人倒是未曾在意 他们的目光一直死死地锁定在血潭之中 在他们的感应中 那血潭之底似乎的吸收 似乎也是达到了一个顶点 要出来了 金石盯着旋转速度 越来越恐怖的水面漩涡 突然沉声道 砰 其声音刚刚落下 只见得那水面之上 猛的犹如被投入了无数炸弹般 轰然暴射而出无数直冲云霄的水柱 水柱暴裂而开 犹如在天目山下起了倾盆暴雨般 血潭水柱在铺天盖地的喷射而出 瞬间后 一道犹如鹤铃般的轻笑 陡然自血潭之底 携带着磅礴斗气 冲破水面 直射云霄 砰砰砰砰砰砰 一声轻笑 犹如引动了天地震荡般 水柱暴射 空间扭曲 甚至连整座天目山 都是在此刻颤抖了起来 火山口周围 一道道裂缝 犹如蜘蛛网的急速蔓延 震耳欲聋的巨声 连绵不断的响彻 砰 山峰的震动 刚刚停歇 一道几乎弥漫了整个血潭的庞大水柱 犹如火山喷发般 狠狠地自血潭之内喷射而出 直接是将那水面上的漩涡 强行冲散 水柱几乎有着几十丈高大 而就在其达到顶点的那一刻 轰然暴碎 巨大的水团落下天际 宛如在天地间形成了一道连绵不绝的羽木一般 羽木狠狠地拍打在石亭之上 带起清脆的滴答声响 整个天目山脉的目光 皆是紧紧地注视着天空 在那无数道目光的注视下 那遍布天际的羽木 却是犹如被无形的打手拨开般 自动地分裂出一道通天坦途 而在那天际分裂而开的羽木间 一道消瘦身影 缓缓浮现 脚掌倾踏虚空 身体如枪般笔直 那从其体内弥漫而出的磅礴气势 犹如一柄开天利剑般刺穿头顶那无尽苍穹 斗踪 感受着这股气势的强悍 整座天目山脉 皆是响起了一道道带着敬畏与艳羡的滴滴喃喃声音 第1010章 再见要老 消瘦身影笔直般的处理天际 身形未动 但那股弥漫而出的磅礴气势 却是令得这片天地为之震大 斗宗 大陆强者真正的分水岭 若有成功踏入这个层次 方才具备着在中周混迹的 风生水起的基本条件 而如今的消炎 却是在以这般年龄抵达这一步 这般成就 已然极为不弱 雨幕从天际铺天盖地的倾泻而下 将整个天目山都是笼罩在旗内 霹里啪啦的声音响个不停 身影摇摇的踏里虚空 背后并没有斗起双翼或者鼓翼的出现 踏空而行 这是斗宗强者独有的标志 无数道目光透过雨幕 望着天空之上那道一动不动的身影 一时间 整个天目山脉皆是寂寥无声 唯有着那雨滴声音落在树叶之上的声音 清脆响彻 天空之上 身影纹丝不动 雨幕在抵达其周身半丈时 便是会自动消散而开 那般模样 就犹如硝烟周身有着一个无形屏障存在般 此刻的硝烟 眼眸紧闭 磅礴气息荡漾在周身 看上去如同化成了雕塑一般 他怎么了 见到硝烟一直纹丝不动 金鼓眼中也是闪过一抹诧异 道 现在的硝烟基本上已经进阶成功 可为何还是这般 似乎是进入了一个奇妙状态 金石迟疑了一下 方才道 文言 金鼓也是一愣 即便他实力比硝烟强 但也是看不透 现在他身上发生了什么事情 等等吧 应该很快便会好的 嗯 在两人谈话间 天空上紧闭双眸的硝烟 眉头却是微微紧皱了起来 其眉心处那许久未曾有过动静的火印 此刻居然散发出了许些火芒 对于现在所发生的事 消炎初始也并不太知情 他唯一能感受到的便是在成功突破至斗踪的那一刻 似乎体内的灵魂力量变得极为的敏感了起来 而与此同时 也是再度察觉到了眉心处那火印之内所遗留而下的淡淡灵魂残印 这火印是药老当初被抓捕之时所留 而这种状态也并非是第一次出现当初在突破之斗簧时 消炎便是顺着这火印残留的印记穿越了时空 窥探了那座捕获了药老的神秘大殿 但由于当初的灵魂力量并不算强 因此所看见的情形也是极为模糊 有了上次的经验 这一次当再度感应到火印的变化时 消炎也是明白了什么 当下体内灵魂力尽数凝聚在一起 然后一头便是钻进了火印之内 随着灵魂力量钻进火印 消炎眼前迅速一花 一条漆黑的通道诡异浮现 而其也并未有多少迟疑 灵魂力量闪电般的暴略而进 漆黑的通道似乎极为的漫长 但有过上次经验的消炎 却并未显得急躁 小心翼翼的凝聚着灵魂力量 飞速的穿梭而过 这般穿梭不知道持续了多长时间 漆黑通道尽头处 终于是隐隐间传来了一种压抑 阴森的波动 感受到这种波动 消炎的灵魂力量也是逐渐减缓下速度 片刻后 小心翼翼的自通道尽头飞掠而出 灵魂力量刚刚冲出通道 便是感觉到一股阴凉的温度缭绕而来 映入眼帘的 依旧是那漆黑色的庞大巨垫 巨垫大的可怕 通体呈黑灰色 给人一种极为压抑的感觉 在大殿之中 有着不少 足有十几丈庞大的黑石柱 石柱之上 会满着众多诡异符文 隐隐间闪烁着许些豪芒 一闪一闪间 犹如无数只眼睛般 阴森而冷肃 消炎的视线飞快地扫过这庞大的 不知道面积几何的大殿 然后目光便是陡然转向另外一个方向 在那里闪烁着无数个光团 细细看去 只见得那些光团之内 赫然便是有着一道紧闭双目的灵魂体 虽说在上一次 消炎便是见过 但当时太过匆忙 而且灵魂力量也不强 因此带回的视角并不太清晰 但这一次 却是看得极为清楚 在那些包裹着灵魂体的光团之外 有着一道黑色锁链 这条黑色锁链缠绕着那些灵魂体的脖子 隐隐间 似乎有着什么东西 从灵魂体体内 顺着锁链传出 目光顺着锁链转动 只见得这些锁链的尽头 赫然便是那些庞大的 犹如晴天之柱般的黑色诡异石柱 这些石柱似乎是在吸收着那些灵魂体体内的什么东西 这一幕 看得锁链有种毛骨悚然般的感觉 魂殿似乎是在用这些灵魂当作一种什么东西养分 虽然现在锁链仅仅仅只是一股无形的灵魂之力 但一股震惊情绪依旧是涌现而出 这股震惊持续了一瞬 锁链便是连忙感应着火印之内存在的那一丝极弹的痕迹 而其灵魂力量也是小心翼翼的对着大殿之内游荡而去 不知为何在这大殿之内并没有见到半个魂殿的护卫 这里有的仅仅是那种千篇一律般的阴森与近乎死亡般的寂寥 诡异 阴森 死亡之地 这便是销炎对这里的感受与评价 心中念头闪动间 销炎的搜索却是并未间断 目光不断地在大殿之内那密密麻麻的光团之内扫过 片刻后灵魂力量突然微微一颤 销炎心头顿时一喜 那丝细微的波动 变得略微明了了一些 心神一动 销炎速度悄然加快 但却依旧并不敢放得太快 他清楚地知道 在这大殿中定然有着一名魂殿尊老把守 虽说如今是今非昔比 但销炎依旧没有狂妄到能与一名斗尊强者战斗的地步 前行并未持续多久 销炎的灵魂力量便是陡然停顿 目光正正地望着前方 在那里一个并不显眼的光团 漂浮在一处石台之上 光团之内一个身体略有些虚幻的老者 正紧闭双目 那张熟悉的印入灵魂般的苍老面孔 赫然便是要老 在要老的脖子处 也是有着一条黑色锁链 而且这道黑色锁链比其他的更加庞大 其上的那种诡异符纹也是更加繁多 灵魂力量剧烈地颤抖着 显示出销炎此刻那激动的难以言语的心情 望着那张比以前显得更加苍老的面庞 至要老被捕到今日 他也是有着将近三四年时间 一想到这些年他所受到的苦楚 消炎便是有种揪心般的触痛以及滔天杀意 他有今日成就 要老鞠躬至尾 而所谓诗如妇 消炎也是真正的将之当作父亲般 眼见得他受这般折磨 心中自然也是极为痛苦 灵魂力量轻飘飘地悬浮在石台上方 由于谨慎缘故 消炎并未降落身形 而是目光就这般正正地望着闭目中的要老 他能感应到要老的生机 虽说有着萎靡 不过还好 并没有太过严重的事情 在消炎注视着要老间 沉睡中的后者似乎也是略有感应 眼皮微微抖了抖 在挣扎了片刻后 居然是逐渐地睁了开来 略显得浑浊的双眼徐徐睁开 而要老的身体也是在一煞陡然凝固了下来 目光呆呆地望着面前的虚空 身体忍不住地有些颤抖了起来 见到要老这般模样 消炎也终于是在忍不住 灵魂力量一阵扭曲 化为虚幻的身影 凭空对着要老跪立而下 隔空磕头 声音之中透着一分嘶哑 老师弟子不笑 要老望着面前悬空跪立的青年 双眼也是变得湿润了起来 细微的声音透过光团 缓缓传出 小家伙 你已经做得很不错了 能收你为弟子 是我这老骨头这辈子 做得最对的事情 虽说如今被困 但要老的眼力却是依旧尚在 一眼便是能够瞧出 如今的消炎 只是一缕灵魂力量 但管中窥抱 光是一缕灵魂力量 便是能做到明化人形的地步 自然能够猜出 现在的消炎 怕已成功晋升至斗踪 消炎眼圈泛红 低声道 老师您放心 我会尽快来救你 或许你没有那种资格 消炎话音刚刚落下 一道苍老的淡漠声音 却是缓缓地在大殿之内响彻而起 随着这道苍老声音响起 一股浩瀚的威压 陡然降临 而消炎却是神色不变 站起身来 转过头来 目光阴森地望着那后方波动的空间 那里一名身着紫衣的老者 正诡异地浮现而出 现身的紫衣老者 目光瞥了消炎一眼 旋即眉头微皱 后者的灵魂力量 隐隐间给他一种有些熟悉的感觉 略微思索了一下 不由得有些惊讶地道 你是当年的那道灵魂之力 消炎目光森然地盯着这位紫衣老者 并未答话 没想到当年连本尊一道灵魂波动 都是接不住的人 如今居然是能够再次来到这里 看来你比当年 强了不少啊 紫衣老者瞥了一眼光团中的药老 淡淡一笑 举起手掌 摇摇对着消炎 不过 这还远远不够 下次来时 我会将老师这些年所受的苦 尽数奉还 消炎的目光 犹如一头野兽般 隐隐间带着一丝 令人心悸的疯狂 希望吧 紫衣老者眉毛一抬 手掌陡然卧下 消炎周身空间 顿时崩裂 而消炎的那道灵魂之力 也是在这般恐怖攻击下 化为烟灭 望着消炎消散的身影 光团之内的药老 苍老的脸庞上 却是浮现一抹欣慰之意 消炎面对斗尊强者 居然能够怡然不惧 看来这些年 他真的成长了不少 他隐隐间觉得 自己的这个弟子 下次再出现时 应该便不再是灵魂之力 而是真正的本尊 见到药老脸庞上的 那抹欣慰 紫衣老者却是眉头一皱 不知为何 他心头感觉到了一丝 不知多少年 未曾出现的不安 虽然并不强烈 但却有着深入灵魂的 冰凉之感 消炎是吧 安静的大殿中 有着一道蕴含着 冰冷之意的声音 缓缓响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